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林梓棠 這個環節請是Samuel和我們期待 Samuel,你好 大家好,我是梓棠 先和大家總結 內地和保安股市收市的狀況 內地股市方面上證中指 全日升大約1.5% 全日收報2827點 升44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2.4% 全日收報10475點 升252點 戶芯300指數全日升大約2% 全日收報3825點 升72點 港股方面 最終收市升135點 全日收報24435點 國企指數升36點 全日收報9847點 大股全日成交1114億 再和Samuel先談談大股 今天做好了 升百多點上來 成交多一點都過千億 今天和Arnold談談時 覺得短期 起碼四月份 一些不利消息 似乎不會再有重大的不利消息 出現 短期之內 後市到這個位置 有很多的水平 再向上網 你會看多少呢 還有多少向上的水位 策略上應該怎麼做呢 再向上網的話 就不算是太多的 目前就看回 可能之前高位數下來的反彈比率 最多反彈到一半左右 應該反彈到25001左右 這個水平 同樣就是剛剛補回 你說可能之前叫做大跌浪 你說大概是 可能三月初的時候 做了第一個下跌裂口的時候 你說回到補 你說可能一半左右 就回到25001左右 這個水平 你說短線 其實暫時來看 自從可能三月中左右 就叫做做了一個短期的上升軌 那麼短線之間 你說守得住24000這個水平 或者都仍然是站得穩在這條的 短期上升軌上面 那麼基本上的策略 都可以是叫做繼續持有先的 那麼直到你說 可能好消息 真是叫做出盡 或者你會見到 近期的經濟數據 或者是說 大家會叫做慢慢聚焦 在第一季那方面 可能企業的軌跡 開始會叫做出盡 那麼你說看看他們的guidance 會叫做怎樣 那麼雖然預計一下 你說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公眾 第一季都會面臨著 那個業績的壓力 所以就關乎是 視乎跟那個預期有多少的差異 你說留意一下 每個星期出來的 那些比較近一點的 經濟數據 例如美國那方面 都仍然是關注他們那邊的失業人口 或者是那個首次失業救濟金人數 那麼今個星期預期 暫時都會有五百多萬左右 比上個星期 都會是少一點點的 但是上個星期 其實就是叫做比預期之中多 上個星期其實本身的預期 都是五百多萬而已 但是實質出來的數字 變了六百多萬 所以令到市 都仍然是會叫做壓住壓住 又未必叫做可以 衝到計更加高的位置 但是短期之內 你說各個的政府 尤其是美國方面 已經叫推了二萬多億的 那些救助的資金出到來 令到市 起碼不會沽到之前的低位水平 所以這個持有的策略 可以叫做維持的 要留意 你說未來公佈那些 貴積裡面的表現 今個星期 應該會是鐵塔 叫做開始公佈的貴積出到來 所以這些因素 可以叫做繼續留意 策略上方面 可以繼續持有的 好 另外說一下個股方面 今天兩隻的股份 都有一些消息出來 晚舟先說一下 二百八晚舟 旗下美國廠房就關閉了 有很多的員工確診 廠房關閉的時候 UBS就說 可能對公司的影響 都是有限的 今天股價不算跌太多 都跑輸大股 全日收7.76 先說一下 孟宙 在這個陰影之下 那個前景怎樣看 影響都不算是沒有的 始終你今次這個廠房 裡面都算是叫做 一個叫做規模性的爆發 在今次在裡面 大概都有 幾百個人是叫做確診 所以你說短期內 都一定要隔離一段時間 去進行一些消毒 至於你說是否可能 維持一個很長期的時間 公司的管理層 相對來說 給了一個guidance 會叫正面一點 一來也叫重新 他們都會叫做 維持著為大眾提供足夠的豬肉 另外你說 可能豬肉這個加工的程序 在過往的時間 其實都曾經有類似的情況是發生的 當時就是2018年的9月 你說有一些非洲豬瘟 那些疑似個案的產生 就曾經有些廠房 是叫做有六個星期停產了 但其實他們都仍然是叫做 有其他相對應的廠房 是叫做可以補回供應 所以你說單一這個廠房 雖然其實佔比或者供應 佔比來說雖然都算是高的 你說佔全國的豬肉的消費 大概都有5-6% 但是你說這5-6%是否完全沒有呢 是否不可以去其他廠房 暫時管理層的guidance 會叫做比較正面一點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萬洲今早的股價 已經算是反映得七七八八 其實在開市的時候 看到它是叫做跌得比較金 下跌了7%以上 去到開市之後 就慢慢叫做被人買回來 所以你見到市場 對於它的信心來講 都仍然是有的 再加上你說可能 這個供應短缺 都有機會造就成一個 叫做短期的豬肉製品 或者豬肉的價格 上漲的問題 這件事對於它們自己的方面 養殖的業務方面 都仍然是叫做 可以叫做彌補部分的損失 所以你說 對於整體的利潤 是否只是叫做影響那麼大呢 暫時就不是 只不過你說廠房 都需要一段時間去停產 就視乎你說 當中的工序 是否可以叫做shift到其他 暫時你說市場 相對來說的看法 會叫做比較樂觀一點 我對於這件事 都會叫做比較中性一點 暫時就不需要 特意去叫做 放了自己之前的持貨兩主 中長線 都仍然是叫做看回 你說可能中國方面 如果你說豬價 和你說美國方面 都仍然是叫做 有這麼大的 spread來講 其實它美國方面的業務 自從去年第四季開始 都開始叫做轉軌為營 所以你說 整體的業務 都仍然是叫做 保持著向好的話 可以叫做腳持有 好 另外就是講一下阿里巴巴 之前可能很多人都罵了貨 今天都升到大約2.7 大家就是在這裡 保持著看著 可不可以上到200元 上回200元這個位置 因為第一就是 市場反彈了很多 阿里巴巴也在低位 都反彈了30多元上來 後市怎麼看呢 暫時來看 其實股價 對比在 你說條街外面的大行的預測 都仍然是叫做 比較低殘 外面都沒有什麼 那間行其實是 估計的股價是 值200元以下的 中國內地方面 有一些叫做封城的措施 那這些政策風險的因素 會令到他們當時 你說可能在物流方面 沒有那麼順暢 所以你說可能在網購方面 即使量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說都未必送到貨的 這個問題 之前是叫做反映了在股價裡面 但是你說藉著4月8日開始 武漢都已經正式叫做解封了 那你相信其他那些的城市 都會叫做陸續可以順暢 有一些物流的運載在 那變成你說整體來說 你說短期 雖然可能經濟不確定性比較多一點 會令到整體的零售 是叫做有個雙位數的下跌 但是你看到其實 頭一兩個月 你說整體的網購方面的銷售量 反而都有些個位數的增長 所以你說這幾個%的增長 暫時是叫做 當是一個利好因素地炒 那你就視乎 之後的疫情 是不是叫做完結 還有是不是可以令到你說 整體的消費群組方面 是不是已經叫做儲定了那些客戶量 令到你說可能你說淘寶 或者天貓 這方面的平台 是可以叫做炒氣 那現階段來講 那些行業對於他們的那個盈利預測 都叫做有個上條 就覺得你說之前 叫做普遍來講 是叫做太悲觀 就開始adjust 他們自己的 那個盈利預測的上條 再加上你說同業 京東最近給出來的那個guidance 都仍然是 3月份那個表現 都是叫做超出預期的 所以你普遍看回你說 行業的那些數據來講 你說網購 related的那些業務 都仍然是叫做正數的增長 所以你說 亞利方面 都仍然可以叫做 保持到 接下來有機會 保持上升的勢頭在那裡 所以你說 拿了貨的 暫時我覺得 還未需要現在這個位置去沽 你說回到大行的目標價 我也覺得是有可能的 大家可以參考Samuel的意見 Samuel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Samuel 這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和Samuel談到這裡 我們來看見